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各位朋友,欢迎光临观点会客室 我是杨明 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观星眼前,起始未来 我们下期再见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又来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今天来到会客室当中的是 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吴宗生吴教授 他同时也是辅大管理学院社气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吴老师你好 你好,陈伟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所要讨论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红的话题 那就是谈到说这个社会企业这一回事 我们看到这几天媒体又开始在谈 事实上这已经是这两年来的一个非常热烈讨论的话题了 不过我们回头来说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聊一聊的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吴老师他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 社会企业到底是弹塔大桶的油 那个桶是,这大桶是一个品牌啦 大桶的油还是超人 也就是说社会企业这个台湾的许多的社会问题 靠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其实社会企业会是一种类似这个某一些不效厂商所提炼的油 这个最后为了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放弃了许多尺度 包含了最基本的道德尺度都放弃了 还是说他是超人他可以拯救一切呢 这当然是我们第一个要来讨论的话题 而当然我们也要聊一聊哦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开学了 那这个大学校园里面非常多这个心声在走动 可是其实这个话题大概在每一年的 从六月到九月都会再度被讨论起 那就是说世代之间的差距 还有他们彼此的关系 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 在台湾啊其实青年世代越来越关心的事情 就是说社会要公益 所以不要再有这种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况了 那么全球化之下 其实所得分配不均可能会在这个大者大企业更大 而小者就被整病而消失 所得不均的情况的确可能更严重哦 那怎么办呢 年轻的世代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 可是长辈呢这个比较年长的一辈 他们会觉得台湾的经济是我一手打拼起来的 那年轻世代讲什么公平正义 你们懂什么 所以年轻世代跟这个长辈之间 好像在对于所谓社会公平正义上面 难道有不一样的这个追求目标吗 这样可能有很多长辈在这个听到我这样讲都要抗议了 不过啊第三个问题是说 的确年轻人很多很有梦想 很有理想 对于社会的美好的有一种他的这个样貌 对于社会美好的样貌有一种他的想象 可是问题是行走江湖 很难空有意愿而没有能力 策略怎么做 社会问题到底是什么 那如果要用产品要用企业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个当中的企业经营的know how怎么做呢 组织文化是什么 人力怎么做行销怎么做 永续经营下去的财务怎么做 这个东西年轻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们呢 所以这就牵涉到说社会企业 它已经成为一门学问 可以有许多的根据这个big data就是很大量的研究所出来的学理 所出来的原则可以让人在依照这个学理原则复制下去另外一个成功经验 社会企业已经走到这样子成为一门学问的程度了吗 今天我们就要来请教吴老师 老师第一个问题是请教你哦 您觉得这个社会企业啊 因为它的原型它的创始 其实不是学者坐在研究室里面 自己基于一个美好的想象而说出来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实际在 实际发生过后学界才去研究的 那就是梦加拉裔的一位美国人尤努斯先生 那尤努斯他在孟加拉这个当时极度贫困的地方 这个他设立了穷人银行这种违行信贷 你不需要什么保证金哦 那当然我借给你的钱 其实在那边的这个物价水准之下 所以就是符合那个物价水准的一笔钱 可能在某些国家来看 实在也是一笔很小的钱哦 不过我要谈到的问题是说 因为创始是在那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 但是现在许多先进国家 欧美都有在研究 包含台湾也有在研究 我要问的事情是说 那社会企业在台湾的社会环境之下 我们再喊这个口号啊 是期待它解决什么问题 好谢谢主持人 社会企业我先简单讲一下 社会企业这几年在台湾的发展 那社会企业我们的基本定义是 它是一个能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组织 所以它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它当然解决社会问题 而且不再制造新的社会问题 然后第二个希望它能永续发展 它能有盈利的收入 也就是说一方面做善事的同时 它又可以赚钱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 因为这其实是台湾 其实已经非常行之有年的 NGO NPO这种非盈利组织的 进化版一样 因为它能够自己造血 它会自己赚钱 对没错 所以跟以前慈善的概念是 以前慈善或公益是一边 然后赚钱是一边 我赚了钱再做慈善 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没错台湾的模式 在商业与慈善这两兆之间 好像只有捐款这一种模式 但是社会却是另外一种模式 对我们会希望更自己自主 一方面是希望非盈利组织 可以自己自主 然后慈善组织也可以自己自主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希望说 在这一两百年的发展 事实上企业它带来了 很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贫富差距 比如说环境污染 比如说它也有很多功能 劳动权益没有保障 那我们也希望这种新的企业体 社会企业它可以 一方面不再去伤害这个社会的同时 它还可以获利 那这是社会企业的基本定义 那这几年社会企业非常的红 然后特别是国际研讨会在台湾 大概这三年大概已经三四十场没有问题 然后 听说应该都爆满 对对对 每一个研讨会都是一票难求 然后我记得有个聚会 就是一个国际研讨会聚会 它志愿的而且缴钱的 就出席的三天就一两千人报名 然后马上就爆满 这个是不容易的 其实研讨会有些学术研讨会 不一定有这样荣景的 对现在的学术研讨会还要拜托人家去听 是是是老师 但是社会企业它只要一贴出公告 然后我们立刻就爆满 然后第二个是整个发展的趋势 在2007年之前 台湾大概只有十几家社会企业 然后大概2009到10 特别是091012它就快速上升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十家 然后第二个 倍增 倍增对是的 近几年倍增 对它增加了两倍三倍 然后在非营利组织的部分 在大概这五年 它开始有非营利组织的产业化 然后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大概有五十几家 所以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年轻人的媒体传播效应非常快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去追求这样的模式 他们不想在一个血汗工厂的基础上 或是在一个违背社会公平基础上去赚钱 他们希望能平衡这两者 他们希望能有收入赚得好 但是对整个社会也有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这十年来 一个年轻世代的一个发展趋势 他们追求的不是像上一代 一个伟大的梦想 或者是一个伟大 然后成功的例子 他们希望追求的是 自己可以过得很好的小确幸 然后社会也过得很好 然后彼此之间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发展 也就是说事实上社会企业的出现 我觉得它不是偶然的 它是在一个地区 然后它这个社会整体 它长期的历经经济的发展之后 它开始去思考说 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发展 这个社会或许我们不是以经济利益挂帅 我们不是赚了钱就好了 然后我们应该维持 更维持一个社会 大家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它的贫富差距可以更小 所以我觉得社会企业的出现 在这十年会这么火红 包含全世界 全世界也是 各大学都开设类似的课程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偶然 它是这个历史 这个时代的历史精神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老师讲了一句话 叫做不是偶然 让我想到就是在文学巨著里面 我们会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但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各位朋友其实这句话 它不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文学 浪漫的艺术的话 其实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面 我们也常常说所谓钟摆效应 当一个大家认为很乖章 很背扭 非常不合理 不公平的这个线上发展到一个极致之后 其实会像钟摆一样 荡到最高处自己再摆下来 有一点修正的 所以老师您的意思是这样说 可以这么说 特别是 但我们会谈到比较 比较 更深层的理论就是说 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之后 它发展了150年之后 以往过度强调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 特别是 它追求GDP 追求国民所得的增长 但事实上它相对的另外一方面 它也让整个社会丧失了很多 很多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环境 比如说我们的价值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那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这是一个钟摆 它荡回来了 但这个荡回来就像刚刚说的 它不是偶然 它是其实 它是一个长期的底蕴 它必须要有一个 整个社会的发展 它的 有一个世代 它的市民力量够稳固了 然后它慢慢的去发展 更多元的 更有可能性的创新 那我觉得社会企业 就是在这个氛围下产生的 社会企业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产生 但是我们要问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那么走到现在 今年这个2014年 算起来好像 它也这个 如果从大家比较关注 比如说我们从大概 2007年开始这个名词 在媒体上面 大家有点认识 到2009年 如雨后春水班 在政府登记的社会企业 就是各位朋友 我要再一次的说明 社会企业其实没有所谓的专法 所以它企业 它跟一般企业的这个 许多在这个社会上面 立足的条件其实是一样的 OK我要谈的是 在09年开始 它开始雨后春水班的 有非常多家就这样冒出来 走到现在已经 大概有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那么 看起来 它跟既有的 这个社会 台湾既有的社会 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是下一节节目 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又回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今天来到会客室当中的 是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 同时也是辅仁的管院 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的教授 的研究员 吴宗生吴教授 吴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吴老师您在这个网路上面 有一篇文章 其实我这个真的是疯传 因为其实蛮多人都读过的 您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这比喻其实我们在这一节 真的要讨论的是说 那社会企业救得了这个社会吗 您在这篇文章 您的标题写说 社会企业有一句话 您问说 社会企业它是蛋塔 大桶的这个沙拉油 还是超人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这个你举了几个点心 老师我们真的要问说 社会企业发展到现在 它做得起来吗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实际上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成功的案例 但我先解释一下蛋塔 超人跟那个 你的这个比喻 大桶沙拉油这个比喻 第一个当然蛋塔是比较好理解的 就是大概在十几年前 台湾非常流行蛋塔 大街小巷 巷头开巷尾也开了 没错没错 大家都在吃蛋塔 好像在世界上的蛋糕 只有蛋塔 然后大家就觉得是蛋塔 真的是太美味太好了 可是过了三五年之后 它就 纷纷消失了 对 纷纷消失了 对 现在还要去找蛋塔 还要花一点时间 真的 对 然后所以就要讲的是 社会企业在这么流行的情况下 它是大家去追求流行 还是真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是什么了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说它是蛋塔 那第二个是大桶沙拉油 就有点像地沟油这样的例子 真的 对 它是一个无良 就是没有良心的厂商 是 但是它把它包装 然后包装成好像很美好的样子 这要讲的是 是不是有一些企业 实际上它也是为了获利 只是拿社会企业这个招牌 然后出来徐晃一招 然后就可以获利 是要讲 我相信也不会 没有这种例子 因为事实上 必须说 这个 这是个人性啊 因为对于金钱的追求 但是如果当它就是 就是到底它会不会是一个 披着羊皮的狼呢 没错 没错 主持人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 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招牌 只要它有市场 我相信就会有企业 或是有人会去想从中牟利 这是一个人的私心的本性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超人的比喻 好像这一股流行里面 大家都觉得社会企业是超人 可以解决任何的社会问题了 贫困的问题也要社会企业 小人麻痹也要社会企业 老人也要社会企业 是是是 然后没饭吃的也要社会企业 好像社会企业已经可以 就像一个超人 他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可是却没有想过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超人只有那么一两个 全世界各地 这个我们的生活中 发生的事情大大小小 其实是没有办法 透过超人来解决的 我们必须自己去面对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为什么是超人弹塔 或是大桶沙拉油 就是我们必须去反省 社会企业的产生 到底要 我们要做什么 它的本质是要做什么 我们必须去从价值上 去重新思考这件事情 或许社会企业只是这个时代 这个给我们一个讯号 这个讯号不一定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整理一家社会企业 我们只要从生活中去开始思考这些事情 开始去厘清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追求什么 然后在经济跟社会环境上得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企业 在这个时代出现最美好的贡献 而且它可以让不同领域的人 开举是思考说 不同的科技 不同的跨领域之间的合作如何可能 然后让原来我们说科技或是任何的创新 它不只是为了金钱 而是它是为了人类或是整个社会的存在 而被设计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社会企业最美好的部分 其实老师刚才所谈到的 我自己是感触很深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企业就一句话把它说完 传统的企业概念一句话 那就是说利润最大化 但是现在我们在谈社会企业呢 其实就是透过这种企业的概念 来解决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里面是多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公共的精神 环境是公共有的 如果我现在企业家把环境破坏殆尽 然后自己这个钱装入自己的口袋 环境的这个问题 大家全民赴税来共同的承担 那这样子第一个当然也不公平 那第二个当然这个 在现在许多人的省思里面 这个大概也认为并不合适 可是我要谈的是 这个公共的概念呢 其实它有一个 这个公共的概念 其实坦白说起来 它并不是 它会在某一个程度上 就抵触到人性了 就抵触到人性 为自己谋福利的这一个层面了 所以说我这个 我好奇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常常都说 我们特别有这个研究了解 就是说其实社会企业在近五年来 突然之间在台湾的社会开始开了许多家 那以吴老师您自己的实地的研究 和就是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之下 您觉得台湾的社会企业是弹塔 有还是超人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三者都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在这几年的发展 大家也慢慢知道说 社会企业有它的局限性 我觉得认识那个局限性是有好处的 就像一个社会的构成里面 它有政府组织 它有非英里组织 它有家庭 它也有企业组织 虽然说企业扮演了整个获利的最大 它是最大的动力火车头 可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 只透过企业来解决的 就像我想举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好了 我觉得地沟油跟高雄气泡案 就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高雄气泡案的时候 政府不论中央或地方都讲同一句话 虽然可能都互相把矛头指向对方 但同一句话都是业者自治 但是事实说明可能还是有点难 对这个我觉得 刚刚回到那个刚刚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台湾有一个社会企业叫大志 The Big Issue 然后它主要是透过让街友 就是在街上流浪的街友们 也有人称之为游民 但是我们通通都称之为街友 它可以卖那个杂志 它去批那个杂志来卖 我在台北街头常常看到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因为那本杂志做得蛮上 蛮有文创风的 对对对对 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 是的 卖的也很好 OK 然后一本一百块 然后那个街友可以拿五十块 然后批给他们是五十块 所以他一开始先送他们十本 然后十本之后他就可以卖到一千块 一千块他再拿去买十本五百块 他就有五百块的收入 类似这样子 然后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企业 社会企业的典范 也就是说他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街友 他开始有经济收入 然后他开始可以租房子 他开始可以过一个像样像人的生活 他可以洗澡 他不用流浪 非常非常好 可是仔细想一想 这个社会企业也还帮助了大概一百个街友 那另外更多的街友 另外三千个五千个街友怎么办呢 他还是需要透过非应力组织 还是要透过其他的各种慈善的组织来处理 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功能不一样 所以呢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社会企业不是超人 但是他显然现在是弹塔 那以后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弹塔 开了很多之后 他是有贡献 他不会倒 那更好 那是不是地沟油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必须去思考这件事情 OK 那这个在我们刚才这一节 我们所讨论到的是说 其实社会企业在台湾也走了七八年了 我们可以对他在未来发展上面 我们可以对过去他的发展上面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是我们下一节节目要来谈的是 我们可以在未来还期待他什么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想要走到社会企业 但是know how哪里来 下一节我们要讨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又回到观点会课室 我是陈伟 今天来到会课室当中的 是府仁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 吴宗生吴教授 吴老师你好 陈伟主持人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吴老师其实社会企业 他蛮有趣的 大家看到这顾名思义 社会跟企业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 因为其实社会学跟企业管理学 他们本身是这个 如果说拿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他们在经济学里面 还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打对台 有点对立的两边 不过如果在这个 放到另外一个层面上 看起来就是为体为用 管理学好像是一个 在执行过程中 永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策略 组织等等 然后社会学是去看到一些问题的本质 一个现象有观察 所以我真的要问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个在社会企业呢 如果说它能够成为一门学问的话 这个学问里面包含了哪些元素 因为这个可是对许多有兴趣 来创立社会企业的朋友们很有帮助 哇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那个我觉得非常非常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是我们极力在发展的项目 福大是国内的巧处 研究社会企业的巧处 也可以说福大是华人地区 第一个设硕士班 社会企业硕士班的大学 然后我们在2012年正式设立这个硕士班 而且我们培养硕士 包含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现在开始有跟我们接触 然后他们也会送一些学生 或者是一些本来在企业或是非力组织 他们本来就有在工作人来我们这边训练 那我们的教育跟内容 整个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企业管理的部分 因为社会企业它是一个企业组织 它还是必须需要这些经营的技巧 那第二个包含就是社会学的部分 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对社会变迁 对产业发展史的了解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社工 非力组织的经营管理原则等等 那我们发现以前是处合汉界 就是非力组织跟慈善组织 就是非力跟慈善 那就不断的去帮助别人 可是他没有去思考这个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把他帮了 他还是要你给他钓 你给他鱼不如给他钓竿 你给他钓竿不如让他知道 去哪里找鱼钓到鱼 他可以自己吃 他自己独立之后还可以帮助别人 那这一部分的课程呢 就基本上的训练是围绕在这个经营管理 包含从策略价值观的建立 策略的判断 然后会计 行销 还有以及他后面的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经营的技能 他都应该要会 甚至更高的企业价值观 他要重新去定位 那企业更高的价值观 他可能就需要 社会学这个来互相互补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像 社会变迁 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以往我们是 我们是见树不见灵 那透过社会学 他可以看到整个森林 他知道那个问题从哪里产生 比如说街友的问题 他其实不只有企业经营的 这一部分能解决 他必须透过菲林组织 还有一些慈善组织 甚至一些宗教团体 特别是很多教会 其实他扮演了一个最 最稳固的力量 没错 像我们就非常 跟这个恩友中心 是非常熟悉的 是是是 长期在帮助街友的 企业不会跑 企业会跑 但是这些教会不会跑 是 那这是我们目前大概的 一个课程粗略的介绍 那方向是希望 我们培育下一代 这个世代 社会企业的经营者 他同时具有社会的理念 社会问题的判断能力 决策能力 也希望他有他经营的技能 是 其实在过去传统的模式里面 在商业跟慈善 他们的确是储合汉界 这当中 这个唯一的连接 就是在于捐款 也就是说 商业呢 他就把这个钱 放到基金会去 放到协会去 放到慈善机构去 那让这些慈善机构 可以这个得以营运下去 那再去做事 那所以就只有捐款一图 但是社会企业 刚刚这个 从吴老师的这个 刚刚所谈到的 我们能够了解 其实社会企业 它是这些的整合 它其实是这些的整合 我说的这些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企业 包含了慈善机构 包含了这个 其实许多社会问题解决 要对相当 法规有部分相当的了解 这些全部都包含了 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说 如果说年轻的朋友 当他们要这个 来从事社会企业的时候 其实也很容易碰到的 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这个资金 是在于资源这个部分 那过去在这个企业界里面 当然企业如果这个创业 谈到创业这件事情 这个资金的来源 当然有非常 当然大家就第一个想到 就是相关的贷款 或者是找股东这样子 不过在这个台湾呢 这个社会企业 他在创业时候 他的这个低比 这个创业的资本的来源 通常会是什么啊 OK 我们目前看到的 台湾的社会企业的 创业的资金的来源 第一 其实规模都不大 那第一笔资金来源 可能第一个是 朋友互相成为股东 OK 这是第一种形式 就是自筹 自筹资本 那第二种形式 还是来自于捐款 他可能他的母体 社会企业创立的母体 是一个非逆组织 或是非政府组织 所以呢 他那个母体本身 就可以有捐款收入 然后他利用这个捐款 成为一个设立一个社会企业 但是还有第三种形式 也就是募资 现在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创投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也显现说 我们以前都觉得资本家 是一个万恶不赦的 这个 台湾社会不知道为什么 对资本家都有这个印象 好可怜 对啊 在我的观察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创投业者 他们也投入这一块 而且他们也没有求什么回报 特别是在今年 有两家成为创贵版的例子 一家是生态绿 一家是多福 生态绿是做世界的 全世界的公平贸易咖啡 多福是做身心障碍者的接送 然后他们都得到了 创投资本的投入 然后现在我还观察到 一个新的来源 就是有一些银行 特别我觉得非常值得 赞赏的是新展银行 像他们就会提供一些 社会企业的创业贷款 然后他们也非常积极的 提供一些协助 所以我觉得就资金来源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多元化了 包含自筹资本 包含说非盈利组织的募款 然后包含创投 然后包含从银行贷款 所以他的资金来源 非常非常多元 不过回过头来想 我觉得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他有另外一个更深入的意涵 就是我们要这个钱 能不能达到我们原来 想做的那个事情的目的 是 是 OK 那老师我刚刚 我先回应一下老师 就是说 其实谈到说 这个 这个创业资本的来源 其实现在过去的投资的概念 许多这个企业家老板 他们投资这个东西 他们为的是利或者是权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现在看得出来 可能也有一些人 投资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 他们是求的是一个这种 把一个价值观再散布出去的这个影响力 求的是影响力 求的是解决社会问题 那老师您刚才说 想要跟我们大家再进一步讨论下去 是说 就是 拿到 您要说的是不是能够 社会企业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运作 当中不会 就是 适逢倒闭 或者是 没有办法解决到社会问题 或者解决的量太小 不论值或量 可能都有成长的空间 又或者甚至是说 这个 这个社会企业 因为其实 这个我应该怎么讲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个 有趣的问题 就是社会企业的 值还有量 它应该怎么样被评估 当然 现在有很多种评估方法 那第一个叫做 投资的社会绩效评估 英文叫简称 叫SRI 然后还有社区的绩效评估 还有 有一个概念叫做 B Corporation 就是B型的 我知道 B型企业 对对对 它指的也就是一个好企业 那怎么样 评估这个社会企业 我们现在最重视的还是 这家社会企业能不能符合它当初的使命跟目标 然后完成它所预设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 刚刚我举的那个大志 这个杂志的例子 它要解决 街友的问题 它就能解决街友的问题 那它如果今天是要解决一个极端贫困的问题 它就必须提出一套 在那个地方可以运作一些小生意 然后甚至形成一个产业 让这里大家的收入增加 可是这个收入增加同时又不是像以前企业 它会污染 那我们就会把这些指标列出来 然后看它怎么样运作 那我们常常会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对于钱的理解的问题 也就是说每笔钱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去 这个好深奥 钱还有对钱的理解 对对对 每一个钱都有它的社会性 这是以往我们非常非常少去探讨的 就是如果我们谈效率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用钱来看 钱的效率是要让它赚更多钱 没错 这是钱的效率 可是在社会企业里面 我们要让钱的效率能做更多的善事 所以我们是必须去评估那个钱 它能产生的正面的社会效率有多大 所以这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 但是也可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改变 我们对钱的价值观念上的改变 我们对于我们所珍惜的文化价值的 那种态度 这个其实那我就不得不说 那不论社会企业的成败与否 我要说的是 我要说的是它都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在人类发展的近200年的历史上面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人心不古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金钱至上 效平不效昌 这个状况在现在各位说多不多 其实还蛮多的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对于钱 开始认为它应该对于钱的这个意义 开始有更多的想法 不再认为钱就是为了放进自己的口袋 为了自己的储蓄 为了自己的欲望 为了自己的消费 而是有一种用这个钱去共好 去解决社会问题 但是这个是共好 各位不是只有别人好 自己不好 也就是自己也可以过得不错 那我觉得不论怎么说 社会企业的这个构想 如果能够在这个社会 真的进到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当中 它就已经成功了 是我们是这样想的 是 不过社会企业这个东西啊 各位朋友说实在的啦 就像它是一个 这个刚登上舞台的菜鸟 一个星星 就是a new star 说老实话啊 有一点不成熟 但是应该还是要给它一点舞台的 当然当然当然 对 还是要让它有一些机会 在里面磨脸的 那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一节 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 在国际上面 典范型的社会企业 其实在社会企业这个概念里面呢 目前全世界植牛耳的 各位来猜猜看是哪一个国家 是在美洲呢 还是是在欧洲这边 下一节我们就来揭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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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 欢迎您又回到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 最后我们要来听几个有趣的 这个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案例 吴老师请教您 这个社会企业目前 这样子的想法 植牛耳的是哪一个国家 我觉得我最欣赏 而且认为它的成功数最多的 我认为是英国 OK是英国 那他说这个 您刚才谈到成功数最多的 那我想好奇的是 是这个英国的社会氛围 和相关的制度影响 使然呢 还是说那里 就是真的 社会问题特别多 所以相对的随手一减 就可以发生 我们知道他最近跟苏格兰 闹得非常的不好 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刚刚都没有提到 但我觉得主持人非常敏锐的 问了这个问题 说是不是那边的社会问题特别多 然后所以他的社会企业特别多 某种程度上 几个数据上 从英国的失业率 他的经济成长率 也的确看到了 那个英国在十年前就历经了一个经济衰退 然后他的失业率也解决升高 所以出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酗酒啦 街友啦 然后贫富差距的问题 甚至这个在几年前的这个暴动 是是是 其实是震惊世界的 因为那是一个野蛮的行为 把车开过去了 这是随机的挑人 把车撵过去了之后还要再回来 是是是是 那我觉得为什么英国认为 他是比较成功的 原因是我觉得 他他他他让一个多元的发展典范成为可能 他并没有去制定一个特殊的社会企业法 规定哪些是社会企业 反而呢 他是采取了一个社区利益法案 他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法规吗 您说英国有专法吗 类似的这种法规吗 他不是专法 他是他是一个社区利益法 他去鼓励那些对社区有益的方案 OK 然后我举一个比较大型的例子 就是培育了大概两 两两千多家的有一家公司叫unlimited 就是unltd就是中文可以翻成叫无限公司 本来ltd是应该有限公司的意思 他加了一个un就变成无限公司 然后他从英国的大乐透取得资金 像台湾就没有这种情况 对啊 是是是 台湾只把大乐透的大乐透的那个盈语 播给慈善团体 对对对 他英国的思维就非常非常不一样 他就从大乐透取得资金之后 他去鼓励社会企业发展 小小的社会企业发展 比如说他给他十万英镑 二十万英镑 然后呢 他并不是只是给钱而已 他有一个很完整的辅导的机制 还有从学界还有从产业界 组成一个辅导团体 然后接下来他们还有他们的辅导 跟资商的老师 陪伴的这些组织成长 然后他们从他们发想 其实是很奇怪的点子 比如说单亲妈妈 他去跟儿子去卖早餐 然后卖早餐卖的对象不是一般人 是卖给老人 就是反而变成一个弱势者 辅助弱势者的团结经济 这个好事 对就是非常非常特殊 而且很有趣的例子 然后他鼓励了两千多家 创立了这个社会企业 但是他们也没有硬性规定说 社会企业应该是一个企业组织 或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但这个就跟韩国非常非常不一样 韩国是要登记 你经过这些审核标准 然后你才成为一个社会企业 但是在英国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非常多元典范的发展 它可以是一家公司 它可以是一群社区的妈妈出来组成 它可以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是一个协会 它自己出来组成一个社会企业的方案 它容许各个形式的出现的可能 然后呢 它也不会去限制 它说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所以你看它从资金 它从经营的技术 从对社会理念的沟通跟辅导 一直到最后的后续追踪 它都有很完整的系统 那我会说 这才是一个摇篮 Pages New Star的一个舞台 充满了包容 然后允许多元 没错 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 没错没错 当然一定会有失败的 但是他们评估的并不是说 你真的赚多少钱 后来你成为一家什么有名的企业 而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大家就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已经是成功了 我记得我跟他们接触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我们界定成功的定义 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们觉得当他可以了解这个问题 尝试去改变这个问题 我们就成功了 OK 尝试去改变就成功了 真的是 那个 这不是结果论的 这是结果论的相反 OK 不过老师 这个在节目的尾声 我最后一提真的是 今天听了 这个聊了这么多 我的大哉问 那就是说 台湾的社会 这些社会企业要解决什么问题 台湾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每一个人过的都是衣食都已足够 但是当然有那种 你今天要吃一个排骨便当才会饱 还是要吃那个某某鲍鱼 然后加上那个牛排 这种双煮菜的便当才会饱的这种差别 也就是说基本上面是无余的啊 所以我最后的大哉问是说 台湾的社会企业发展到现在 这个是一个好的思维啦 但是之所以就是我们看到 大概数量不够多 品质我们大家还在研究 达到的效率和品质我们还在研究中 我真的想问的是 所以台湾的社会要解决的问题 靠是什么 靠社会企业解决得了吗 台湾社会最多人说 要解决问题是两党恶斗 这是这是 这没错 这完全是 两党恶斗是一个民主化的发展过程 它可能必须通过政治协商 或者是 或是其他的公民运动来解决 不过在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是社会企业到底要解决 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第一个就从学理来看 就从社会学的基础的学理来看 我们会认为说 社会问题它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 当我们指出它是社会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社会问题 比如说平复差距 它也可以不是社会问题 但是今天它引起相对剥夺感太高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 社会问题永远会被存在 只是它存在的形式不一样 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社会问题 然后它有不同的脉络 那比如说在印度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跟显然在台湾目前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不一样 那现在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可能是贫富差距 可能它是针对一些身心障碍者的 可能它对老人 对于一些或是弱势者 这些要处理的社会问题 它在原来的商业机制没有办法满足的范围内 实际上这些人也没有能力去购买这些服务了 那我觉得这一块是社会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方向跟目标 然后这个就是要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创新进来 它才有可能可能有出现新的东西 我谈到的问题是说 就是说这个大哉问是说 一来是这个创新的动力 就是现在的比较年轻一代 特别也不要说年轻一代了 整体的台湾的社会氛围 就是说小确信很重要 所以这一来是发展的这个原动力 那二来是整个大环境之下 就是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残障 不论在硬体或社会观感上的歧视 台湾没有很严重啊 要说所谓的人权的问题 不论是在于女性的就业权 或者在于基本的人权 各位我们可能还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就是同样是黑眼珠 黑头发黄皮肤 更多地方可能比我们还严重数倍 甚至人权在他们国家讲都不要讲 因为统治者不喜欢这句话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那台湾社会外在的这整个社会的环境 到底有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这真的是大哉问 李老师长期在研究台湾社会 您觉得呢 我觉得有两点有趣的 第一个是 我们的社会问题 我个人认为 它已经是不像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它已经是一个在高度文明化之后 它民主化之后 它面对一个新的社会问题 换句话说 在华人地区 台湾的社会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 可能其他地方 十年后才会碰到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相对剥削的问题 世代正义的问题 民主化的问题 很多问题 但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能透过社会企业解决 它可能透过民主制度 透过公民运动 透过其他的手段 社会企业只是一个 它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它不是超人 它其实它就解决部分的问题 它能做到就已经很棒了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社会问题绝对是一个被 老师那我可以诠释您的意思是在谈说 其实台湾现在面临到的不是有无之间那种的差距 而是什么才叫好 有些人觉得全球化是很好的 有些人觉得全球化的特性之下 那些多元相对就被消灭 这个是很不好的 所以什么是好 台湾现在面临到的 其实说起来是什么是好 是很多元的 没错 主持人诠释的太棒了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它是一个典范的转移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 所有的社会问题应该推给政府 推给非力组织 可是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年轻人我指的不是年龄上的定义 而是心态上 他们想自己去参与这个过程 以前我们会期待一个 一个强大的政府 强大的非力组织 可是现在是由数万个 数万数十万个 甚至上百万个 大家一起去参与 它组合成一个一个集体的力量 所以它更重视个人 更尊重个人 它是由各个地方组织起来的 然后它是多元性的发展 它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发展 所以它会有各种形式的可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典范的转移 换句话说小确幸 它是以前我们只期待一个大方向的大确幸 可是在台湾的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它已经非常非常多元化了 这些小确幸 它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巨大的 巨大的城堡 可是不是像以往是一个单一颜色 单调的城堡 那这是我觉得 是一个典范的转移 就是有一个非常强权的单一的典范 转移到一个多元尊重个人性 然后它是互相协调 弹性组成的一个整合体 是的确 其实老师这样一讲 如果从比较政治的观点来看的话 这个到底 这个大政府小人民 这个孙运玄的时代 李国鼎的时代 我们可以缅怀 我们可以钦佩 但是那一种计划经济 那一种大政府的时代 好像现在已经逐渐 可以说过去式了 反而现在所强调的是 社群 我们看到台湾有许多社群 非常有活力 这个阿基斯 这个齐柏林 那这个云门五级的 这个林怀明 幽人神谷的 蓝姐刘若宇 我们看到就是在各个领域 都各自有他的这个生命力 和相对的相关的发言权 反而这个是大家觉得比较喜欢的 不过的确 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决定 到底这艘船 这个这艘大船 最后要开往哪里 这个可能也是近几年 公民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 那就是说 可以让我的声音也被听到吗 的确是吧 是没错 OK 好 今天节目到了尾声 今天这个观点会客室当中 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月以来 在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 到了今天的许多省思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 下个月的全新主题 我们也即将会在网络上面 再一次的这个来跟大家来预告 今天很感谢 府人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 吴宗生吴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谢谢各位听众您的收听 我是陈伟 下周四同一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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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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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